认真攻略从不漏球 大家好呀 我是琉璃 这期视频呢 我会给各位带来 暗黑寺公测版中 28个莉莉丝祭坛 或者雕像的位置 这些雕像是藏在 破碎群峰的各个角落的 找到他们呢 与之互动 就能得到属性点了 而由于公测版只有25级 这些属性点的收益还是很高的 而只分享位置的话呢 很多朋友可能会找不到 因为他们有一部分 确实藏得很阴间 所以下面琉璃 还会从头带你跑一遍 所有的祭坛位置 当然了 你最好能先解锁 所有的传送点 这样和琉璃一起跑起来的话 会更流畅一些 当然现在想进游戏 还是很麻烦的 动不动就要排队半天 还好我有悠悠加速器 它可以支持低价区的 加速预购 让我们更划算 琉璃在之前的 暗黑三外服 预奶调程里也提过 通过悠悠加速到低价区 购买游戏的方式 这次测试 由于只有外服 加速器的好坏 它会直接影响游戏的体验 而悠悠作为10年的大厂品牌 很多主播都在用 稳定性方面肯定是有保障的 能让你流畅的 进行开荒到20级 领取狼狼宠物 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悠悠的话 也可以在加速器的 优惠兑换界面 输入屏幕上的口令码 白票一下悠悠会员 毕竟事事总是不会亏的 下面就开始 我们的祭坛赶路流程了 一号雕像位于 莫涅斯塔传送点的正下方 我们到这个传送点之后 直接往下走 然后穿过这个西部公路 接下来一直往下 在左边这里就能看到这个雕像了 接下来我们打开地图 回到我们的莫涅斯塔传送点 接着我们打开地图 前往左边的这个 二号莫涅斯雕像 这个就需要我们 前往左下角的这个门了 从这边走出来 还是西部公路 接着维持往左移动 走过这个小道 接着继续贴墙往左走 然后二号雕像呢 可以在这个房子里找到 接下来让我们去找三号雕像 打开地图 然后我们往上走 三号雕像就在 二号雕像的左上方 穿过这片湖地 然后我们继续在西部公路 这张地图往上走 这边稍微卡了一下 接下来继续往左走 可以看到三号雕像呢 就在这片雪原的左边 是被两个树围绕着的 接下来我们前往四号雕像 从三号雕像出发 一直往右走就可以了 这边就全程 还是在西部公路 这块区域往右走 这边会穿过一块 比较空狂的地方 中间碰到了一个世界事件 我们不管它 然后继续上右上方移动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回雪的圣坛 雕像就在这个圣坛的左边 它躲在一个树的后面 非常的阴险 接下来我们去前往 第五个雕像 它在第四个雕像的右边 我们从第四个雕像出发 然后一直往右贴着墙走就好了 五号雕像是位于雕塞的内部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是要继续沿着西部大道 走到这个要塞里面去 这边有个通道 我们直接从这里爬进去 然后接下来靠右 从这个梯子这里上楼 上楼之后呢 也是一路向右走 稍微清一下怪物 就能看到五号雕像了 它也是位于这些杂物的中间 藏得非常的隐蔽 接下来我们去六号雕像这里 我们从五号雕像这边出发 沿着原路返回 爬下楼梯 接下来呢 我们往右走啊 走出这个城堡 我们从墓地到了庭院 接下来继续往前 我们从这个梯子上爬下去 好 我们现在到科德拉根了 已经到要塞的外面了 接下来呢 往右走过这个要塞的桥 就恶峰峭壁这一块 然后从这边呢 我们先一直往地图的右下 那么一直直走 哎 不漏了个地精吗 没事没事 接下来我们继续沿着这辆路走啊 这边有一个小的过道 我们穿过过这个过道 然后呢 从这个温泉的旁边吧 向左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凹起来的地方 我们这边走下去呢 就能看到这个利丽丝雕像了 接下来我们去找第七号雕像 七号雕像呢 就在六号雕像的右边 我们一路沿着这个大道往直走 就可以看到了 就一路往右直走啊 好 我们现在到了深白之地 然后接下来就一路往右就行了 这个七号雕像呢 就在这个马车的后面 如果你没有看到他的话 可能地图没有刷新啊 重新刷一下就好了 接下来是八号雕像 他的位置呢 在七号雕像的正下方 我们还是从七号雕像这里往回走 走到这个凯尔西克高原这边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路往下就好了 也是差不多沿着这个大路直走的 好 我们爬下这个悬崖来到奥莱姆台园 接下来这边这个雕像需要稍微绕一下 好 绕过这片悬崖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雕像了 它还是藏在一个比较深的地方 接下来让我们到九号雕像 它在八号雕像的右下方 我们从八号雕像这边出发 然后呢 先往右边直走 经过我们刚刚的这片河流 然后继续往右 一路向右走 现在我们到了收容所地块 然后也不用管这些怪 直接往右一直走就行了 然后我们穿过这个地方 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奥莱姆台园 然后继续往右 沿着这个小道一直走 然后就基本就是贴着墙 然后来到这个 应该也是凹出来的这一个地方 我们走过来就能看到我们的这个雕像了 接下去十号雕像 它在我们的九号雕像的正下方 所以我们呢也从九号雕像出发 然后往下走就行了 我又摟了这地间 总之我们继续往下走啊 就这边录视频也就不打怪了 然后穿过这个科洛瓦湖 来到这个战利荒野 然后一直也就是贴着我们的地图边缘移动 继续直接往下就好了 最后在战利荒野的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路啊 而这些路的旁边就是我们这个十号雕像 然后十一号雕像呢也在十号雕像的正下方 所以我们还是先从右边贴着地图模块 这边走下来 然后从战利荒野这边呢 来到泽莱迪地地 我们需要往下爬 爬到悬崖下面来 接下来往左走 然后往上看 我们的十一号雕像呢 就在这个树林里面 接下来让我们找十二号雕像 它位于十一号雕像的右边 我们先回到刚才的悬崖爬上去 然后就是一路向着右边移动就好了 就这边需要先贴着这个悬崖走出来嘛 然后再向着右边移动 其实也可以发现 暴雪藏这些莉莉斯雕像的地方呢 也基本都是地图的这种鸡脚嘎拿 只要有这种凹出来的地图块 多半就是会放一个雕像的 接下来我们就反正一直往右吧 现在已经是还是在战利荒野 然后战利荒野这边一路往右 然后往下走 看到下面这一个也是outside的地方 然后这个十二号雕像呢 也是藏在这个帐篷后面的这个树里头啊 也是不是很显眼的 十二号雕像找完 我们去找十三号雕像 它在十二号雕像的左上方 所以我们需要先沿原路返回 然后从战利荒野这边呢 往上走 走过这一个小道 接下来进入这边 马尔诺克 它也是在一个居民的房子里的 接下来我们来找十四号雕像 它是呢 位于这个诺斯特拉瓦的传送点的真上方 我们往右上方走 然后过这个隔断就好了 这个传送点是在地图的最左边的 接下来我们来找十五号雕像 就先沿原路这么爬回来 然后从这个传送点往左上方出发 过这个小道 然后出去就是卢水林了 我们从卢水林这边呢 一路沿着这个小道往右边走 基本上也是贴着这个地图的模型边缘 我们就这么一路走就好了 最后呢 我们也是能在这一块石头旁边 就也是两棵树旁边找到这个雕像 这个雕像非常不明显 大家注意我现在鼠标的位置 好接下来呢 我们传到涅维斯克这个传送点 到了这个传送点之后呢 我们往地图的右边走 可以看到我们的十六号雕像 当然这个雕像 如果你有正常的打主线的话 它应该是你预见的第一个利利斯雕像 好接下来我们原路返回 要前往第十七号雕像 还是刚才的传送点 但这一次呢 我们就要往左边出发了 前往这个冰豪真夜林 那十七号雕像呢 就藏在这个林子里头啊 就一个不显眼的一个树林中 接下来我们去找第十八号雕像 我们从十七号雕像出发 然后呢 往这个左上走 就过这个冰豪真夜林的这一个木桥啊 然后到这个芦水林这边 十八号雕像也是藏在这两棵树里头的 长得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吧 我旁边有一个旅行者的木桶 如果点木桶的话就能看到它了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基奥瓦莎 从这个地方重新出发 接下来先来找我们的第十九号雕像 我们从基奥瓦莎呢 这边应该算是右下角的传送点出发吧 从这个地方我们离开组成 就贴在这边一直走啊 过这个应该也算是一个桥梁吧 木桥 然后接下来往左下贴着这个地图的边缘移动 当然这边组成出来切地图模型的 总会卡一下的 然后跳过这个悬崖 接下来呢一直往上走 我们的十九号雕像就在这个悬崖的深处 东南山路这个地方 它也是比较不显眼的 大家注意我现在鼠标的这个位置 好接下来是第二十号的这个伊丽丝祭坛 我们回到基奥瓦莎 然后点击地图呢 出一下线 接下来继续往左下的这个传送点出门 这是我们走的是正门 那你可以从十九号一直走到这边来 那边可能会近一点 不过我这边是先回来了 我们反正从基奥瓦莎的这个门房这边一路走出来 然后这边出来之后往左上走 左上走之后呢 过这个小道吧 然后进这个劫掠者他们的老窝 然后接下来往下一路往下 下面这边有一个随机事件 不过我们不管 我们走到深处的这个天赋路口这边 就可以看到这个二十号雕像 接下来我们找二十一号雕像 我们从二十号雕像出发 它在二十号雕像的下面 所以我们这边也从二十号雕像直接往下走了 就不不知道这个回头路了 这个地图的自动巡路功能可能有点蠢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沿着这个过道吧 就一直走 走出天赋路口呢 我们来到这个东部小径啊 接下来还是沿着这个小道一直走 走到最前面的地方呢 然后往右边走就行了 这边也是要上一个悬崖的 上完悬崖之后呢 二十一号雕像就会在我们面前了 接下来我们去找二十二号雕像 首先传送到马格雷夫这个传送点 接下来我们直接从传送点往下走 这是我们的二十二号雕像 传送点往下走的话 从马格雷夫出来 我们就能找到它 因为我们先进入克鲁尔森林 然后这边还是有路的 就直接沿着路走 到达这个转角 我们直接向右转 对人物来说是右转 但我们这边是向左转 向右转 说错了 不好意思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在这边看到这个雕像 它长得也不是很显眼 在一堆箱子里面 你可以把箱子打碎了 更显眼的看到它 接下来是二十三号雕像 我们从二十二号雕像处呢 往右走 右上方沿着这一个洋长小道一直上去 这边也是有一个要爬的梯子的 好 然后接下来往右上沿着这个克鲁尔森林 这边就一直穿过去就好了 这边呢 我们会进入西部隧道 然后隧道这边有一个可以爬的梯子 我们走到梯子这里爬上去 爬上去之后呢 往左上走啊 这个二十三号雕像呢 就在一个光照得到的地方 非常的显眼 好 接下来我们传往耶雷 呃 斯纳这个传送点 然后来找我们的二十四号雕像 这个传送点到达之后呢 我们往地图的右下走 从右下这边出门 从耶雷斯纳这边呢 我们走到泽奈利滴地 然后还是保持我们往右走啊 这边我们要过一个河 然后我们的栗子雕像呢 就在河的最下面 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箱子 有一个帐篷 这个雕像呢 就在这个帐篷的后面 好 接下来找我们的二十五号雕像 我们从二十四号雕像出发 往右上走 这边还是回到我们的河岸 但这边的话 这次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从右上过河了 离开河岸之后 我们从多结幽灵这边 沿着这个小路 一直往上走就行了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彩皮诺瓦湖啊 这个比较奇特的地名 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石石鬼 然后接下来一直往上往上 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这边 有一个回复生命的这个圣坛吧 然后我们的雕像呢 就会在这个圣坛的后面 在这边两个草垛的中间啊 长得也是非常的不太明显的 好 接下来我们传往巨熊部族避难所 这个传送点 在这个传送点呢 我们先往上走啊 找我们的二十六号雕像 就我们沿着这个巨熊部族部所 这边的右上一路往上走 这边可以到一个升天冰塔 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就一路往上就行了 我们经过升天冰塔呢 现在来到了巨人小径 然后接下来就继续往上就行了 往上走走到的话 可以看到二十六号雕像呢 就在这个围墙的旁边啊 旁边还有一个可以互动的这个树根 然后我们传回这个巨熊部族避难所 这次呢我们要往右下走了 右下走找我们的二十七号雕像 右下走这边的话呢 是先过他们这边也还是升天冰塔吧 就这一块区域其实都叫升天冰塔 只不过一个是上面一个是下面 然后接下来我们一路沿着这个右边往这个雪地里走 就二十七号雕像的位置是非常非常阴间的 我们这边一路走过来 大家要盯紧这个屏幕上面的地图 还有这个小地图 对 二十七号船上展 二十七号雕像吧 它就是在这个悬崖的缝隙里 最后是我们的二十八号雕像 这个雕像就 位置就比较简单了 就我觉得你们做正常做任务可能也已经拿到了 二十七号的位置真的非常阴间 好 我们就反正从二十七号这边一路往右吧 基本上就是往右直走 过这个雪园 也就是过审判领域这块 那边的特色是有这个蝙蝠跟吸血鬼 好 然后最后来到我们的二十八号雕像处 这边附近还有一个可以互动的框点 以上呢 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下期视频呢 会是游侠公测二十五级之后 拥有最强DPS能力的近战流派介绍 敬请期待吧